三倍券即將在7月份上路 東大門夜市也響應推出了超殺的優惠 民眾只要拿出一張200元面額的振興券 就能吃到內容豐富的組合套餐 只是其中一個選項 兩支玉米原價260元 也能靠一張200元的振興券來搞定 引發網友的熱議 認為玉米的原價實在是太貴了 不管是鹹的甜的還是炸的烤的 東大門夜市應有盡有 種類相當多元 在疫情過後 民眾脫下口罩大口呼吸 當夜市裡頭挤滿人潮 隨著三倍券即將上路 許多店家也趁勢推出超殺優惠 像是東麥局 原本兩支要價260元的烤玉米 現在用一張200元的振興券就能搞定 但也意外引起網友質疑 是打著振興名義來借機漲價 因為我們的玉米都是秤重 然後我們用隱藏版的烤玉米 就是外面也是看不到買不到的 每支都價值超過 至少有150 特別大 重點是我們當天獻財的 然後我們現在只用振興券 200塊就可以用到兩支 因為我們的玉米是傳統白玉米 我相信懂玉米的人都知道 傳統白玉米的價格非常高 不是一般市面上的珍珠玉米或者是黃玉米 菜市場一支10塊 我們這個本錢很重 除了烤玉米之外 還有傳統的原住民風味料理 原本要價260元的套餐 現在一樣是用200元的振興券就能吃得到 阿美族的情人便當阿里蜂蜂 要價不菲的餐點 現在只要用一張振興券就能輕鬆搞定 民眾也不用擔心面額太大五重使用 只能說三杯券還沒上路 各行各業以及摩拳擦掌準備搶一波商機 記者 華聯市綜合報導